心脏病总是来得很突然 让人措手不及 其实你的身体早在一个月前就发出了信号 只是你没有注意 下面是心脏病来临前可能出现的身体问题 千万不要忽略了 疲劳70%的女性患者有这样的感觉 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出现这种症状 有的时候明明睡眠充足 还是觉得疲劳是睡 这种情况会在一天结束时更加明显 哪怕是洗澡睡觉这样的小事也会让你觉得疲惫不堪 这时候就要注意心脏问题了 腹部疼痛50%的患者有这种症状 腹痛恶心腹脏等等症状都可能是心脏病的表现 如果你腹部突然疼痛 不久后症状缓解 过一会儿又痛 如此反复 一定不要大意 失眠50%的女性患者有这种症状 心脏病中风等疾病发作之前 都可能失眠 这在女性中更常见 如果你非常焦虑 心慌 无法入睡 经常惊醒 一定要注意心脏问题 呼吸短促 40%的患者有这种症状 心脏病发作前半年 都可能出现这种症状 你可能感觉缺氧 头晕 就像高原反应一样 脱发超过50%的男性患者有这种症状 50岁以上的男性患者经常出现这样的症状 也有一些罹患心脏病的女性患者出现脱发的情况 脱发与荷尔蒙皮质唇水平高低有关 观察自己是否健康 要从头发开始 心率不齐出现这种症状时经常伴随惊恐 焦虑 如果心脏跳动不规律 持续了一两分钟还没有停止 你感觉非常头晕 疲劳 不要犹豫 快点拨打急救电话 冒冷汗 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出现这种症状 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 都可能冒冷汗 如果早上醒来发现床单很潮湿 那可能是夜间冒冷汗造成的 一定不能忽视 胸痛 女性患者感觉胸闷 男性患者感觉刺痛 男性患者如果出现这样的症状 一定要快点去看医生 胸痛可能过展到手臂 特别是左侧手臂 还有下颚颈 肩膀 胃 不管是疼一阵子还是一直疼 都要及时去医院 超重 缺乏运动 吸烟等等都可能导致心脏病 如果你发现自己耳垂上有横纹 眼瞼内侧出现黄斑 走路时小腿肌肉疼痛 千万不要大意 这些都是心脏病的症状 男性如果发现外耳道长出卷须的毛发 也要去看医生 这也可能是心脏病发的前兆 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 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小细节啊 5 4 7 5 6 6